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长 今天我们要来评论的电影是 蝙蝠侠 由麦特·里维斯指导 罗伯·派定森饰演蝙蝠侠 柔伊·克拉维兹饰演猫女 保罗·迪诺饰演谜语人 那这部电影中叙述布鲁斯·韦恩 已经在高潭市成为蝙蝠侠两年的时间 那还是在刚上任的阶段 高潭市的警方尚未与蝙蝠侠建立信任 那饰演高登局长的杰弗·瑞莱特 却已经开始与蝙蝠侠建立起合作关系 而当命案逐一发生 现场有谜语人留下了一些线索 蝙蝠侠与高登一同抽丝剥茧 尝试解开这一切的谜团抓到凶手 影片开启之前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小铃铛记得打开 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影片啰 那还是提醒一下 这部影片是有某种程度的剧透 那这种神片就是直接进场看了 要不然就自行斟酌观赏了 那蝙蝠侠再次重启了 从提姆波顿那个阶段 还有这个诺兰的三部曲 那现在蝙蝠侠来到了 麦特里维斯手中了 近期的作品星球崛起二跟三 以及极具实验性质的科罗佛档案 那麦特里维斯是一位非常知道 自己在干嘛的导演 视觉旅言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路线 应该是很滂沱史诗的内容 那选择比较内敛低调 尤雅的方式来执行 那2022蝙蝠侠首先做到最棒的地方 就是电影中一切的定位都落得非常准确 从演员的选角 剧中的角色 目前处在的阶段 想要呈现一个侦探蝙蝠侠 还有蝙蝠侠内心的各种矛盾 整个电影氛围要怎么选择 反派在整部电影中是什么位置 还有配乐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选的恰到好处 选择了一个清楚的定位之后 并且顺利的执行出来 那这是许多作品可能都会卡关的环节 那导演有一个很棒的起头 但可能与片上之间就会就是沟通出现问题 导致最后出来的东西很混乱 那近期这样的作品多到数不清咯 在制作的初期 导演就表示想要制作一部侦探蝙蝠侠 其实蝙蝠侠的称号 在电影中企鹅人有特别调侃一下 就你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 整部作品就是走黑色电影的路线 那这个英文就称作为Noir Film 所以高潭市整个散发着这种压抑忧郁的气息 那其实类似蝙蝠在90年代推出的动画系列 即使想要走这种黑色路线 但是电影依旧在颜色的使用上做了很细线的安排 从海报强调的这种红色 时常出现在电影的各处 那还有同时这个屋顶秘密会面处 还有酒吧俱乐部之中的这种灯光 还有高潭市下着雪的这种街头 韦恩家的这种教堂歌德感 还有这个举行丧礼的教堂 还有这个市长候选人家中 每一个场景美得跟什么样 它并不像正义联盟这样 就是大量的运用绿幕 在正义联盟对决刚醒来的超人时呢 我觉得绿幕的拍法你就会觉得好像英雄们 就是待在了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场所 并不像是真的在室外 但是蝙蝠侠呢就完全没有这种感受 更能让我们相信这些角色是存在在这个场域之中的 那电影在这一点照顾的很好 那有些观众不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环节的细节啦 那蝙蝠侠的部分呢 罗伯派定森被导演选中演出蝙蝠侠的时候呢 我当初也是对这个选角十分有信心了 这个时间点真的太完美了 那蝙蝠侠身边要交代的就是那几个样素嘛 就是什么蝙蝠侠内心的状态啊 还有这跟警察之间的关系啊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还有在高潭市治安体系中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如何爱护以及保护他的高潭市 我觉得这一切呢都从同样的出发点切入 就是这个是菜鸟蝙蝠侠 前面所说的几个要素呢 都围绕在这个定位在前进哦 电影不断的听到维言的这个口白啊 在替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在做记录 手写在一个本子之中 那蝙蝠侠身上的装甲车子道具 一切都是在一个开发中的状态 那包括他与高登和警察单位的关系也是哦 这些都还在开发中 不是一个完全体的状态 那警察呢对于蝙蝠侠的警戒 高登拿捏着与蝙蝠侠合作的深度 蝙蝠侠进到警局之中逃出来 以及最后蝙蝠侠带着法尔康尼 你会发现呢警察对于蝙蝠侠的信任 就是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 我们平常看到的蝙蝠侠呢 通常都会呈现出一种 哎呀我很有钱的这种姿态啊 开跑车跑趴享受女生环绕的公子哥 但是这一次的蝙蝠侠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完全没有呈现出这种好野的性格出来 他处理这些线索以及 谜语人接下来又要杀谁的压力就已经够忙了 根本没有空去跑趴开跑车啊 那蝙蝠车的设计呢 也是也有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啊 不是什么夸张的超跑 它就是一台黑色凶猛的肌肉改装车 但是不管是车还是人啊 这一次的蝙蝠侠呢 在前面地铁出登场就很明确的展示 就是说他要怎么去给罪犯恐惧 那每次的暗处呢都感觉蝙蝠侠在里面 然后车子第一次发动引擎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种贯彻这样子的设定 散发红光那个引擎红隆红隆响 哇实在是凶到不行啊 那最后追到契恶人从火堆逼近 最后把头低下来的那个场景 我觉得堪称是整部电影的一个高潮啊 那这一次的布鲁斯韦恩呢 内心是支离破碎的 在自己没有崩溃之前 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城市哦 再加上自己身份的诅咒 这个韦恩家族就是一个超有钱的集团啊 他就是与生俱来拥有各种权利资源 是社会中的1% 那在这样子的身份是怎么样去 真正体会社会低阶层人民的感受呢 那这个就是深深烙印在布鲁斯韦恩心中 一个无法抹灭的诅咒啊 导致呢他在身份转移的过程呢 不断去感受到他这个人 与这座城市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 以及布鲁斯有自己多想要呵护那种心情 就是最后拿着火炬带领着人民离开的画面 就是实在是很震撼啊 那罗伯派丁森的演出中呢 确实就是感受到这个英雄正在痛苦着 在这样子的状态下依旧要把高坛式 跟人民一切扛起来的这种精神哦 让我们看到就是蝙蝠侠 是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实行他的英雄之道 那这些情绪呢我相信到了最后就体育馆内 就是高出的场景来到最高点哦 在整座城 整个城市面临一个极大危机的时候呢 这个英雄在这里登场 将一切奉献的出来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哦 蝙蝠侠呢在漫画跟动画之中 眼睛呢都只有就是眼白的部分 那最后他在注射肾上腺素的时候呢 有些许看到就是翻白眼的蝙蝠侠 即使是只有这么短暂那么一下下 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帅到吊炸了 各位啊曾经演出目光之城的罗伯派丁森啊 正式把蝙蝠侠布鲁斯韦恩这个角色给扛了起来啊 而且呢很特别的是哦 这一次的故事哦 延伸布鲁斯家长的这个故事线 并不是只是看完歌剧 就是出来以后被杀掉这种万年老梗 而是透过谜语人挖掘出来一些真实样貌 去接受冲击的布鲁斯或者是我们这些观众啊 去观察布鲁斯怎么样再知道真相之后呢 哎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念 我觉得这是之前作品比较少去带到的 主要的反派谜语人呢 一样维持着电影的定位 并没有像金凯威那样夸张的问号精神医 是更贴近现实的呈现 就简陋的皮贱啊膠带包覆着头啊 自己对于这世界充满谎言的不满 其实这个犯罪动机我们其实都能理解 只是谜语人选择的最极端的方式来抒发他心中的不满 那用这个角色最经典的就是在命案现场设下的各种谜语 那将谎言真的血淋淋的摊在阳光底下 不断的进攻蝙蝠侠内心的最深处 那跟小丑一样都是疯子 那只是说你会觉得这两个反派 其实疯的方法不太一样哦 这真的就是处理的很好 那导演也让这次谜语人呢 就是大量的使用现今的社群媒体 来当做犯案的重要工具 那这更能让观众心中就是可能会去想像 就是说这样子的人似乎会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的 进而而在观众心中制造更深层的一种恐惧 不过这一次谜语人的一些谜语采用这些双关 有些可能就是稍微要解释才能够感受到他的用心 像是他砍下市长候选的这个大拇指 最后挂在USB的上面 他们发现原来是Thumb Drive 那USB可以称作为Thumb Drive 这个英文直接翻译就是拇指般大小的硬碟 那这个点呢当时影厅内 我不小心就笑了出来啊拍案叫绝啊 但好像影厅就只有我扑思笑 尴尬 总之呢名语人有些谜题呢 翻译可能没有办法翻译的那么精准 那我觉得翻译人员就是辛苦了 那我也是呢很喜欢柔衣克拉维茲的猫女 以及克林法洛的企鹅人 比较前期的蝙蝠侠各种反派呢 都很努力的就是在外形上要去做发挥 像急动人啊弥天大圣等等 导致呢会给人就是一种他们在cosplay的感觉 那这一次呢蝙蝠侠的每一个角色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都走的比较现实面一点 那猫女呢也是落在前期的阶段 那面具呢就是跟前期的蜘蛛人一样就是毛线 那其实猫女在这样子设定下 比较能观察到她与蝙蝠侠两个人 怎么去建立合作的默契跟给彼此空间 在很多场合呢 你也看到就两个人不断的在拉着彼此 不要越过那条理智线 像是阻止猫女开枪的蝙蝠侠 以及最后猫女对着蝙蝠侠说 就是一切都结束了好好休息吧辛苦你了 就是我觉得两人交织出来的情感 虽然说他们有接吻了 但我觉得不全然就是情侣关系 未来呢会不会有发展 当然就是不一定了 但是比较像是两个人都理解彼此 自己在替什么样的信念在努力 我觉得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 那契鹅人呢也是一样正在发展的阶段 那有没有像以前提姆波顿版本那样 就是那么的契鹅 电影还是有在几个地方去展现它的契鹅面啊 像是这个脚被蝙蝠侠跟高灯绑起来的时候呢 跳着移动的时候整个就是契鹅走路的样子 那即使不是这次的主要反派 那不过我们还是都能感受到这个存在感 这个契鹅人正在等待着时机接管高坛式的黑帮 那必须呢还是要再提到一次 契鹅人跟蝙蝠侠那个飞车追逐 哇真的就是我认为这部电影中的高点啊 配乐的部分呢找来的大师麦可吉亚奇诺 可以说是近期最热门也是最厉害的配乐师之一 侏罗基世界的系列啊 蜘蛛人近期的三部曲 还有很多很多作品都出自他手 那可以自己去维基百科看一下 那这次替蝙蝠侠编写了新的主题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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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这个旋律有那么一点点黑武士的味道有没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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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这个但是这个沉重的节拍啊 就是我觉得每次重复就仿佛像是蝙蝠侠 慢慢逼近的感觉 在电影中呢每次出现时呢 就同时可以给人振奋 但是可以给人压力 很喜欢这次的新主题喔 而在电影之中呢也改编了经典名曲 舒伯特的圣母送Ave Maria的旋律 那这首圣母送呢也不断的出现在电影的各个阶段 我想的没错的话呢就是麦可吉亚奇诺应该是把它改成的小调 把它成为了这个谜语人的主题喔 最后谜语人呢也直接对着蝙蝠侠唱这首歌 那另外呢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每次蝙蝠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像走路啊转身等等 身上就会发出就是那种很清晰的皮肩扭动的声音 以及靴子踩在木板上就是很沉重步伐那种声音 我觉得充分去展现就是麦可吉亚奇诺这个神之手啊 那整体来说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部作品可以跟黑暗骑士去批底喔 那诺兰的黑暗骑士呢在反派的表现上我觉得是我自己最接近满分的状态喔 但是在一些部分呢还是可以找得到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可以调整的区块 那这一次呢蝙蝠侠则是在这个整体的环节上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水准实在是太恐怖高了喔 那最后呢在监狱中的画面 我认为呢与谜语人聊天这个神秘人物呢一开始看脸我会以为是双面人 但是根据最后的笑声还有用谜语来当做笑话来逗笑谜语人 我判断应该是小丑 只是外形上应该还没有定案是谁来演出 那这边的主要就是要带出就是小丑跟谜语人就是对接上了 我自己呢是预估未来可能呢是要带出蝙蝠侠这个神作游戏 在2009 年推出的蝙蝠侠阿卡汗的内容 那在这个游戏中呢小丑就是把阿卡汗 封人院呢转变成自己的犯罪基地 那谜语人也不断的设计各种关卡 要蝙蝠侠来解谜等等啦 那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猜测啦 那最后我给这部电影 9.7 分 感谢各位收看这次蝙蝠侠的评论 我自己是真的太喜欢这部了 但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分数啦 自己希望可以做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电影都有完成 那重点是你们喔 你们看完蝙蝠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期待以这部作为开端的DC宇宙吗 哪些地方觉得其实没那么神嘛 或者哪些地方很可惜的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喔 那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跟我们一起讨论 那连结都在下方资讯栏 那下周三晚上呢 我们会直播讨论蝙蝠侠 那我们就在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我是部长 不久喔